大家好,这里是历史映像机,我是宁哥 三国时代要说最为著名的一位军事家 那么肯定是非卧龙诸葛亮莫属 蜀汉的强盛诸葛亮在其中出了极大的一部分力量 眼看着一步步将要实现诸葛亮的龙中计策 同一天下光复汉室 结果关羽却因大义将中原腹地荆州施了 连自己都被东吴吕蒙杀害 历史的走向自此被扭转 关羽和刘备情同手足 在得知关羽被害的消息后 便要兴兵讨伐动吴 当午二年22年春 刘备派遣黄玄都将北水军 亲率陆军进军 应攻动吴 然而却被吴江陆逊在一陵之战中大败而归 刘备退军之时 诸葛亮害怕陆逊追杀 于是便布置了一道八镇图周旋 刘备这才黯然退至白帝城 不久后病逝 临阵脱雇于诸葛亮 诸葛亮继承了刘备一帜 于公元228年再次兴兵北伐 可是蜀军已经元气大声 且丢失了荆州这个根据地 最终诸葛亮也在公元234年 最后一次北伐无果 并逝于白鲁园 蜀汉没有了诸葛亮 只能偏居一域 成为了代载的高羊 诸葛亮虽死 却为蜀汉留下了很多的兵法还有阵法 其中最为著名的大概就是八镇图了 三国蜀制诸葛亮传记载 量长于巧思 损异莲 牧牛流马 皆出其 黑眼秋法 做八镇图 贤得其耀云 据说诸葛亮设下的八镇图 是按钝甲分称 生 伤 修 渡 惊 死 惊 开 发门 变化万端 无人可破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这个人就是桓温 晋明帝的护马 后来更是官至大司马 公元346年 桓温受令起兵伐无 一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向川鼠发进 在即将到达目的地之前 突然被一行蜀军拦住了去路 桓温上前查看大吃一惊 眼前蜀军所摆的阵法 不正是诸葛亮最著名的八镇图吗 当时诸葛亮趋势尚不足百年 其威名甚至在民间流传的更加的传奇 将士们看到八镇图都惧怕不已 桓温剑将士本这一副样子 于是便说道 此阵乃是长山蛇氏 最大的特点便是 既其手则伟制 既其伟则手制 既其中则手伟俱制 表面上摆的是八镇图 其内却暗藏山蛇镇 晋书列传第68环温传有记载 出诸葛亮造八镇图 与于复平沙之上 累时为八行 形象驱二丈 温剑之 为此长山蛇氏也 文武皆莫能时之 说完这些之后 环温却摇了摇头说道 虽可食未赶破 于是便率领着部下绕行了 环温确实是一个踏实可靠的将领 不轻易的冒风险 最终于永和三年三四七年二月 击败李全等部汉军 进逼至成都城下 收复了川鼠 环温平属后被封为了 珍稀大将军 林赫俊功 不过八镇图也自此再无人可食可破 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后世流传的八镇图 都是后人自己画出来的 早已经不是诸葛亮所创原版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认为八镇图到底有什么奥秘呢